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珍珍 不是这样的 我跟友善会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去杂志社 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那些短信呢 友善她都给我看了 难道你给她发的所有短信 都是假的吗 那些短信不是我发的 刘善 你帮我解释啊 没什么好解释的 妈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爱的人是珍珍 我说过很多次我爱她 你为什么要破坏 其实整件事情都是我妈计划的 是她偷了我的手机 去发短信给夏威山小姐 浩天说得没错 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她证实 珍珍 其实刚才我想要跟你说的 结果你没有听完就跑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 这种妈妈存在啊 珍珍 丹妈 绣乱阿姨 对你们造成的伤害 我真的很抱歉 但我也请你们不要再责怪我妈妈 但我也请你们不要再责怪我妈妈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她这么做也是为我好 珍珍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原谅我吗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珍珍 珍珍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妈 政策 这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 她看起来好伤心哪 怎么办怎么办哪 珍珍 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 就不要再想了 找个时间 好好跟浩天说清楚 两个人在一起 这样的问题 要共同去解决 珍珍 珍珍 你别不说话呀 我们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看看你妈妈 都急成什么样子了 我在想 爱情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和吃西餐 是一个道理 恋爱是单点 因为是单点 所以你吃不到 其他的任何东西 你也不需要去承担 任何后果还有责任 但是婚姻不一样 婚姻就是套餐 你除了主餐之外 对方搭配什么 你就必须要全盘接受 你没得选择 就像我选择了浩天 我就必须要接受 她的家庭背景 她的妈妈 以及她妈妈 对我的歧视和不谅解 珍珍 妈听你这么说 你是想放弃这段感情 妈 我是不可能嫁给了浩天 却不管她妈妈 是啊 你只要嫁给了她 你就要把她妈妈 当成我一样的去孝顺 我一直把她妈妈 当成您一样的去孝顺 但是她呢 她把我当成她女儿了吗 她一直在排挤我 我可以坚持多久 就算我再爱浩天 我又能忍多久 我不知道 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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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浩天的妈妈 真的喜欢夏尤善啊 那个女人只认钱 你要也是夏正松的女儿 你看她敢对你这样粗暴 就因为我不是 谁说你不是 秀伦 如果我真的是夏正松的女儿 那一切将会很圆满 可我偏偏不是 所以我很认真地在想 那 我是不是应该学会 祝福她 祝 祝福她 祝 祝不是 祝福 不行 杨柳为夏正松委屈了二十几年 我不能看着珍珍也因为她 受这种委屈 小梁啊 今天有没有记者问过 关于杂志上的事情 问过 是因为媒体过度解读 公关部门已经统一处理了 原则上一律对外说 两人只是朋友 知道了 没你事了 好的 你干什么 找人找人你听见啊 你不许进来啊 小梁没事 是我朋友 小梁 这没你的事了 你出去吧 出去吧 秀鸾 来 请坐 你是为浩天和友善的事来的吧 这件事啊 我也是早上才知道的 我希望 你去和珍珍做个DNA 我都说DNA了 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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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啊 就是你想的这样 我这可是冒着和杨柳 破坏姐妹关系 让她埋怨一辈子的风险 来告诉你的 那个 还有 还有 就是 之前你家的玫瑰花 也是我送的 我没有什么意思啊 我也没有什么阴谋 我就是因为看不过 你过幸福的生活 她就在那儿 受苦 哎 怎么 你不相信啊 我 你你你不用跟我说 你没想过珍珍是你的女儿 那年你走后没有多久 杨柳家就出事了 就搬走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她发现她怀孕了 没有办法 所以她找了一个得了劳病的 知道她不久将离开人世的 所以就嫁了 婚后就别说夫妻生活了 哎 那个人下床走动 都是有困难的 可既然是这样 她依旧很感激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她帮自己解决了难题 让珍珍不至于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抱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 一直照顾她的家人 直到他们都相继去世 她才又重新搬回到这里的 她这些年受的苦你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我是因为一直跟她联络 所以我是最清楚这件事情的人了 我也问过杨柳啊 可是她 可是她不说是吧 我知道啊 如果我不说的话 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 杨柳的苦 珍珍的苦 全世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不是 我 我说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震惊 我 无法接受 你是在想 怎么回去跟你那位夫人解释吧 你不会觉得我现在都在胡说八道啊 不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 不 你们男人最没用了 所以我一辈子不找男人 不受男人的气 杨柳都为你苦了二十年了 为难了二十年了 你就算为她牺牲这一点 你又损失什么了 你牺牲的有她多吗 她牺牲的是一个女人 最宝贵的青春 我没有要逃避她的意思 没有逃避责任 我只是在想 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我到底该怎么弥补 对珍珍和杨柳的亏欠 对 珍珍珍 珍珍原来真是我的女儿 难怪我看她难过的时候 我的心是那么的不舍 会那么的心痛 我这个爸爸太对不起她了 更对不起她的 是你家里的那个女儿 她都已经拥有一切了 还在处心积虑地 想要抢姐姐的男朋友 当然了 造成他们之间三角关系的 也不完全是因为夏友善自己 还有就是浩天的那个妈妈 她就是看着友善是你的女儿 所以才处心积虑地 要把珍珍赶走 你说 珍珍的爱情不顺 是不是应该也算在你身上了 我 你这个爸爸 从来就不会在生活事业上 给珍珍任何的照顾和体血 只会造成人生的悲剧 你知道吗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你是 诚心地想弥补 真心地想听听我的意见是吗 当然了 好吧 我告诉你啊 首先 你千万千万不能告诉杨柳 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知道吗 然后呢 你就想方设法地 在公司里 多多地提拔珍珍 让浩天那个视力眼的妈妈知道 珍珍是有能力的 能够帮助她的儿子的 还有 你往后 告诉你家里的那个宝贝女儿 让她离浩天远一点 你不知道啊 她看浩天的那个眼神 我都不想说了 她们俩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呀 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她们俩 同时争夺一个男人吧 好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知道了就好 走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不相信呢 你就去做个DNA 反正你们有钱人 有的是渠道 等你确定了以后 你再决定帮不帮珍珍吧 秀鸾 谢谢你 这么多年来 对她们母女的照顾 也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真的非常感激 谢谢 走了 真真是我的女儿 真真是我的女儿 怎么 又是浩天打来的 珍珍 你总是这样躲着她的电话 也不是办法呀 老实说 有这样的骂 浩天也很可怜 其实我没有怪她 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到底该不该继续 再说了 接了电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妈 如果是浩天的话 就说我不在 喂 有事吗 你不要紧张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关于珍珍 浩天 还有友善那件事 珍珍看到杂志上面那样乱写 她的心情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想当面安慰她 我能见她吗 我想珍珍现在不希望被打搅 公司那边她想请假 那你呢 我能见你吗 就约在外面 公开场合 你放心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要不 就约在你们家附近的公园好吗 就跟你聊一会儿 就一会儿 好吧 就这样 好 那一会儿见 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 我不怕失望 你说爱上你 是个错误 我说 我自愿走如迷途 你走你的路 装作不在乎 我知道其实你又说不出的算数 我 我都知道了 小龙都告诉我了 珍珍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吗 我 杨柳 你已经为我牺牲太多了 现在应该是我来照顾你们母女的时候了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珍珍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让我走 杨柳 杨柳 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 让我为你和珍珍做点事情好不好 你让我走 杨柳 杨柳 你放开 你 你听我说 我说 董事长没有用车呀 你冷静 你冷静 什么 搭出租车出去的 杨柳 你不要抱着我 你放开我 好的 你放手啊 我知道了 你冷静点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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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把 听我把话跟你说清楚 杨柳 杨柳 放开我 你听我跟你说清楚 杨柳 我求求你 你听我跟你说清楚 杨柳 你放开我 杨柳 你放开我 杨柳 我不管秀兰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也不管到底你确定了什么 你敢敢在珍珍面前提半个字 我这条命就跟你拼了 原来秀兰说的话都是真的 你真的帮我生了一个女儿 这些都不重要 要是你真的想为珍珍好 你可以默默地照顾她 什么话也别说 她最近已经够烦的了 还有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别再去骚扰她 别再去纠缠她了 我怎么会去纠缠她 骚扰她的 她是我女儿 我想爱她 想保护她 都还来不及呢 那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做什么事最好的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千万别告诉她 你们之间的关系 她为了你这个父亲 已经吃了太多的苦 受了太多的委屈 我知道 你是说浩天的妈妈 嫌弃珍珍的事 如果珍珍是我的女儿 或许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真的 你真的这么想吗 你以为只要你召告天下说 珍珍是你夏正松的女儿 珍珍就能够受到尊敬 能够被接纳了吗 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太太着想 你到底有没有为你两个女儿着想 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 你知道这个浪头过来 会淹没多少人的人生吗 我 我恐怕连珍珍也不一定能够接受 可是我总应该做些什么吧 这样子 我心里才能好过一些呀 你这么想真的很自私 你现在急着想要弥补什么 你只是为了自己好过些 让自己少歉就一点 那其他人呢 这个真相是会伤人的 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 我真该死 我是个不合格的爸爸 这也就是我 一直不想说出真相的原因 秀兰实在是太单纯了 她以为只要告诉你真相 让你们父女相认 我和珍珍 那些人就可以少吃点苦 过上好日子 都是她错了 我不应该离开你们 更不应该为了什么前途 而出去工作 我更不应该 没有继续去找你 我更不应该 在我知道自己心里明明 还有你的时候 却娶了于婧 不 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决定把珍珍生下来 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人生 我并不觉得苦 而且珍珍是个很棒的孩子 我以她为荣 我有了她 我感到非常满足 可是我却错过了她所有成长过程 你还来得及啊 只要你爱她 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她 更何况 她就在你公司上班啊 你还有很多机会对她好啊 我会的 我会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友善去伤害珍珍的幸福 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了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吗 我听手 杨柳 你听我跟你说呀 杨柳 杨柳 你听我跟你说呀 杨柳 杨柳 你听我跟你说呀 杨柳 我回来了 友善 你怎么回来了 爸今天找我有事情 所以让我提前回来了 哦 妈 你怎么了 董事长 爸 你今天让我早点回来 有事吗 好 友善 我希望你 退出幸福城堡的项目 我是不想你卷进浩天跟珍珍的感情漩涡里 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对 你不要去招惹浩天 何况珍珍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员工 你这样做肯定会影响到工作 爸 你这样不公平 你现在别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 今天杂志上已经报道出来了 这样对你非常不利 你是个女孩子 不小心处理 会被人家说成是第三者 人家会说你是仗着夏家的势力 去抢职员的男朋友 你希望这样被人家说闲话吗 谁会这样说 谁敢这样说 我夏友善方方面面不都比杨珍珍好很多倍吗 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任谁都会希望选我吧 爸 难道你不这样觉得吗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幸福城堡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还有 我会成立室内设计部门 专门负责幸福地产的售后服务 为什么 你是不是要交给杨珍珍来负责 你怎么会知道的 你到底答应他们母女多少条件 我 你能不能稍微掩饰一下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伤害人哪 我 我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市场上的需要 更何况珍珍的确有得不错吗 你不要再找借口了 我反对 我反对 玉京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冲动呢 那是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 根本就是错误的 珍珍才来上班几天哪 这能说明什么呢 而且你这个决定 对其他员工也是不公平的 你不能因为跟她母亲是旧时 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这跟杨柳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有关系了 我甚至怀疑 你跟那个杨柳是旧情复燃 于庆 我是说 你这样做就是不妥吗 爸 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就要求一件事 从现在开始 你别再跟浩天纠缠不清 那要看 纠缠不清是什么定义了 于庆 我在跟孩子沟通啊 你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爸 浩天跟杨珍珍并没有结婚 他们只是在交往中 他们爱情成不成功 为什么要我来保证啊 况且今天我已经证实了 新闻那件事情是浩天的妈妈 去报的料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你的确跟她出去吃了饭 跟她去买衣服啊 那是浩天传短信约的我 你可以拒绝 你可以避免 你可以让一切都不发生啊 爸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整件事情又不是我做错 你干嘛对我这么严厉啊 我跟浩天吃饭又怎么样了 我们俩都各自没有结婚 难道连朋友都不能交了吗 难道就像妈说的 杨珍珍的妈妈是你的旧情人 所以她让你来逼我 你就来逼我 我是你的女儿啊 有善 你 爸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 我是不是喜欢浩天 你从头到尾也没有问过 我是不是受委屈了 我 就一味地护着珍珍 爸 你这么做不公平 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有善 这下你满意了吧 有善是你的女儿 虽然不是亲生的 可是你养了她二十多年呢 你怎么可以为了别人 就这样伤她的心呢 玉京 我这不是伤她 我是要避免她受到伤害 你看看她现在说话的态度 她很可能已经爱上浩天了 爱上又怎么样 她有错吗 她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人 你这样反对 完全是因为你偏心 你这样反对 完全是因为你偏心 你偏心 你可不要 怎么无缘 不公平 我得之心 去 你不公平 喂 总经理办公室 我亲爱的天美啊 你可别忘了今晚我们的约会啊 拜托 每次都只有你忘记我们的约会时间 总是你让我等很久哎 天美 你要相信我 我 我已经很深刻地反省过我自己的错误了 我已经准备改变了 我要为你 我要为爱 彻彻底底地改变我自己 相信我 我一定要成为 全世界最好的男人 早知道 刚刚就不要赌气大营逍遥 工作那么忙 哪有时间为他伤心烦恼啊 晚上还是不要去好了 喂 给我那个 你放心 我真的很珍惜我们失而复得的感情 尤其是我爱的也为我而感念 我真的好感动的 我真的好感动的 我现在要工作了不跟你讲了 好 晚上见 这里是工作的地方 如果你要谈情疏爱的话 麻烦你用下班之后的时间进行 只是接个电话而已 你也太严格了吧 我就是严格 我姓严明格 名副其实怎么样 如果层峰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的话 我们公司还怎么运作啊 你放心 我夏天美是个公私分明的人 我绝对不会因为私事而耽误到工作 你刚才的私人电话最少用了三十秒 一份简单的报告只需要一分钟 你敢说三十秒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大不了休息的时候还你三十秒 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小气的人 连三十秒都要计较 给你一分钟 拒沙成塔 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 你打了多少私人电话 我早上要的资料你弄好了没有 还有修改后的档案呢 进口瓷砖样品什么时候拿过来 进口瓷砖的样品就在你的办公桌上 这里呢 就是修改过后的档案 还有办公桌上的那些 就是你所有要的资料 你交给我的所有任务 我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严格 总经理 报告完毕 我要的不是这些原始资料 我要的是你看过资料后 写的报告和数据分析 那才是我要的东西 我告诉你 下班之前把报告和数据分析给我 喂 那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一天之内就看完嘛 你也太霸道了吧 又怎么了 奶奶 你快来帮我评评理 我明明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 他偏偏要我完成两个人的工作 还说如果今天没有完成 就不让我下班 就不让我约会 他也太过分了吧 约会 天美啊 你有男朋友了 是前男友 谁说是前男友啊 我们已经复合了 你知道什么叫复合吗 他就是我现任男友 我管你什么现任男友 前任男友 反正他就是个处处流行 到处捏花热草 肚子里完全没有墨水的大草包 那也是你不 只有你才会不张眼地爱上他 那也是你不懂得欣赏他的优点 那你说说他除了讨女人欢心 还有什么优点啊 你 好了 我看你们俩要把吵架斗嘴的时间省下来工作 要准时下班 恐怕是不难吧 小爷先进去 我有话跟你说 亮亮啊 你在外面等我 你跟天美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两个人一见面就跟斗鸡似的吵个不停 谁也不让谁 我怎么知道啊 自从迪斯碰面她破我咖啡之后 就没有安静过 早说过她不适合当我的秘书 是你非要坚持 是吗 那 我就把她调走好了 别 怎么了 舍不得了 你们俩呀 就是欢喜冤家天生一对 奶奶你不要乱猜了 尤其是昨天晚上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有 我怎么知道像她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会这么没有戒心 连在我的房间里面都可以一觉到天亮 她就是这么没提防 难怪会被逍遥那个爱情片子耍得团团转 被别人利用还不知道 逍遥就是她的男朋友 奶奶 你不知道那个可恶的人有多过分 我跟天美会认识 就是因为逍遥带着模特 在我们饭店里开房间 她被抓到有错还不认 还怪天美不识大体 我只能说天美会爱上她 是她不长眼 算她活该了 那 既然天美受骗活该 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我 我 就算是路见不平啊 就算是看不过去 那世界上看不过去的事多了 你曾经为一个人这样过吗 那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 就算是天美识人不清爱错了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呀 即使会痛会难过 那她也应该自己去承担嘛 反正我没有办法不管 傻孩子 你呀 是喜欢上她啦 你想啊 如果天美在你心里头没有分量 你能那么在意她吗 如果她就是个普通的小秘书 你能那么生气 人家下班去约会吗 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好好地想一想 是 天美啊 有的时候有些鲁莽 可是我就是喜欢她那种开朗 大方的性格 天塌下来都不怕 是 奶奶知道 小金伤你很深 可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你总该往前走了吧 我相信 天美善良单纯的性格 一定会弥补你心里所受的创伤的 嗯 好好想想吧 记忆台上的拳手 爱情打得天天晚和 补回家 怎么会这么多啊 我去猜吃着的心 痛都曾回忆 你刚叫我什么 鱼干女 为什么 我看着小金的照片时 满是怀念 可想到了天美 心里却总是暖暖的 总经理 这是你要的报告表 分析表我明天会很早进公司做 在你进办公室之前 我一定会完成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是不是要去见她 当然 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 只要我愿意 门口就会有很多人在排着队 等着做我的男朋友 没错 只要那些约会的费用 由你来买单 我相信有很多像逍遥那样的人 等着占你便宜 你 我看你啊 根本就是在嫉妒我跟逍遥 对不对 我今天所有的约会 都是逍遥买单 而且她已经说过了 会去我们经常约会的咖啡馆 给我一个浪漫的夜晚 而且她还说 在未来的十年 或者二十年里 只要我想到今晚 我都会永远记得她爱我 最好是 不要到时候有人在咖啡厅 大哭大闹 让全公司都知道你的丑事 我告诉你 明天全公司的女同事 都会羡慕再见 喂 我没说你可以走呢 喂 总经理 这是关于 这不重要 想办法帮我阻止 那个蠢女人约会 那 想办法 来 天美 你知道吗 当你 今天晚上答应 跟我约会的时候 我这心里 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 自从你离开以后 我才发现 你已经在我心底里 深深地榨根了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毫不夸张地说 我是度日如年哪 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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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星星 星星再美 如果没有月亮的夜空 也会失色的 当我仰望天空 我才发现 你才是那个最关心我 对我最好的人 你在我心里的地位 无人可以取代 你就是我的月亮 不 我的太阳 不 我的女神 是 我们的确是分过一次手 但正是这次分手 才让我深刻地体会到 你的重要性 现在 我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我知道 你最喜欢吃巧克力冰激凌 所以我让这里的主厨 为你特制了一道甜点 那是独一无二的 只属于你 来 把眼睛闭上 好特别的冰激凌哦 怎么舍得吃啊 你吃了就会觉得更特别 它却代表我的爱 又深 又真 真的让我吃啊 嗯 那我吃了 这 噔噔噔噔噔 噔噔 天梅 好浪漫 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 我不希望再失去第二次 只要你愿意把这枚戒指收起来的话 就让我们俩 一起走向世界的尽头吧 我 天梅 答应吧 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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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这么多人站在这儿 多不好意思啊 你快点起来啊 你快点起来啊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你答应他吧 我 答应他吧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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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谢你不助记 结婚 结婚 哎呀 哎呀 好了 结婚 我答应你 好 考虑你的求婚 但只是考虑哦 你快点起来啦 快点起来 天梅 恭喜 天梅 恭喜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幸福 亲一个 亲一个 呃 客户来的电话 我去接个电话啊 嗯 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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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没来啊 跟我求婚 哎 我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啊 你放心 哎 我最近啊 一条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 哎呦 人家是大老板的女儿 哎 我也是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哎 我告诉你啊 只要这个鱼上钩 什么债务问题都解决了 你跟陈总说一下 让他再宽限几天 到时候我连稳带利都还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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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